在2020年为了提升金华城的容积率 他跟朱雅虎到台北市府密会 柯文哲 事后朱雅虎跟李文宗说 小沈很小气 七人210好了 感谢560 李文宗回应说 谢谢将军 就是这一段对话内容 被检方认为这是收贿铁证 左边左边 戴着口罩帽子 身穿黄色上衣 走进台北地检树 前台北市兵役局长朱雅虎 因为涉嫌贪污罪 遭到挤压警戒 面对镜头朱雅虎变称自己无罪 不过讯问后却急起直转 坦承犯行 原来检方发现 他和李文宗的手机对话记录 2020年4月朱雅虎提到小沈很小气 七人210好了 感谢560 李文宗见状随即回复 谢谢将军 被检察官认定是收贿铁证 根据了解2020年朱雅虎省庆 进到台北市政府密会完柯文哲后 就有七名微经集团员工 贿赂了210万元到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账户 随即金华城的容积率就上升到560% 回顾整起案件 3月17号金华城递出澄清书给北市府 希望拓宽容积率 北市府收到后由柯文哲交办给独发局处理 26号黄锦茂签名核定 并由独发局发函给金华城 而其中公文禁用凤交下 换句话说就是凤上面交下案件 而上面是谁检方正在积极厘清 不过之中却被四叉猫爆出 微经集团以人头方式 假捐款征刑会高达210万元 只不过在减连侦办期间 沈庆金身体频频出状况 每当亲友送会客菜给沈庆金后 他就会上涂下泻 被预警怀疑下药 于是询问沈庆金 愿不愿意分会客再给育友 不只能打好关系 还能借此观察其他人的身体状况 身家破亿的沈庆金 对于金钱资助比较 先前才有贴身司机 因为拿不到说好的酬劳 传简讯恐吓他 随着减连侦办精华成案 也一层一层拨开 沈庆金不为人知的一面 记者众华报道